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来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很难得今天请到焦童教授 焦童先生到我们现场谈他的 二余文化给他出的 二余文化就是你自己的出版社 对对对 这个肥水不落外人的 漫食天下 当然里面讲的不只是漫食的 里面各种都有那个 那本来我就看这本书 我认为是你要再推广漫食 其实也不见得嘛 是这样吗不是嘛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漫食就是把吃片天下 这种味道 对就是慢慢已经到了 变成一个招老头的这种 慢慢吃不能像以前爆死江湖的时候 你们讲很多 你自己形容你自己吃饭的时候 像出八戒真的那样吗 是啊 为什么这样 我自己觉得这样 而且你讲这个到你女友 大概到你女友家那个很好笑 对这一次就是我岳父 我岳父告白室的时候回去他们还在笑这件事情 这么久还在记得认识 对她说在家族流传很久 大二我记得她是她大二的时候 女友情说 这个可以见见家人了 那是客家人到客家村去 客家村去 来了三桌 然后呢 你说埋头苦吃 平常没得吃还是怎样 平常学生 一个同学生哪里吃到那么多 而且都是道地的土鸡土鸭土鸭土鸵 土鸭土鸭土鸭 然后好吃 都很好吃 你就埋头苦吃 人家两桌都吃完了 还看你在那边吃 哪有种 通常去就觉得很谨慎 不好意思吃 然后呢 她说她一个人吃的骨头 比那一桌人加起来都差不多这样 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是 除了是从学生之外 我对我好像从小 对食物就充满了热情 然后就完全就是那种 那种迷恋美食的程度 简直是无可救药 这是人生很大的乐趣 好那么 曼食天孝 哇里面这个真的是 这也多好四百 我介绍四百多页 四百一十二页 那里面的 三十二篇散文 是很多 而且每篇都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 我觉得 这个花很多时间 又花多少时间写这本书 三年多 那么多 那么多时间 所以她不只是说 什么好吃不好吃 她等于是 几乎等于在做学术研究 是 等于是我用 学术研究的那种方式 在写散文 是 然后 用学术研究的方式 在给史物写情书 我希望能够 加有一点 知性跟感性 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那种 那种书写的手段 好 那你先 先中论一下吧 这个书主要是讲什么 这一本书 是距离上一本 我的第一本 隐时的上文 书名叫 《报时天下》 那是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出版的 将近二十年了 那 之后当然 这中间有出过很多书 那 这一个系列 这一个 这一种书写的方式 这是第二本 那 写《报时江湖》的时候 相对于现在 我那时候是年轻的 而且我很喜欢 好像去讲自己的一些 美食的经验 现在 年纪越来越大了 当我变成一个招老头的时候 我的食量变小了 会啊 会 新生代谢比较慢 应该也会变小一点吧 有没有 还好 还好 希望 希望不要变小 还好 我稍微变小 也不是 然后生活习惯也改变了 有一段时间你好像很讲究 蔬食 素食 我写过一本书 叫《蔬果碎食记》 那里面 谈的都是 全部都是蔬菜跟水果 对 也不是说我 从此 从凉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 就是我去谈 蔬菜跟水果 跟有别于一般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讲 我是主张这样的 我如果年轻人想要 多了解一点饮食的文化 我是建议从蔬菜跟水果开始 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比较清淡 不要一开始就被重口味的 被重调味料的所欺骗 因为我们舌头如果依赖中口味的话 我们就很难再去分辨清淡的美学 那第二个就是 只有蔬菜跟水果 有它的季节性 因为我们吃猪肉吃牛肉 什么时候吃无所谓 7月吃跟6月吃跟3月吃也没什么差别 可是蔬菜是有差别的 有季节的 所以日本要吃荀之味 对对对 这个是蔬菜跟水果 我特别把它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 因为我在发表文章的时候 不见得就一系列在写这个东西 而是说我希望 因为发表跟出版是两回事 出版的时候它是一个更完整的演出 我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像一出戏一样 很完整 让我对于蔬菜跟水果的观点 一次的呈现 那这本《曼食天下》 它也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我就是说我如果想要讨论食物的话 我想写给食物的情书 我想对他们倾诉中常 那我要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一起看 因为我这三年多来 也不见得是只写这一本书 还有别的 我还会写一点别的 比如说写一些诗啊什么之类 你原来就是诗人嘛 对 从诗人开始 都是论 论这个论这个论这个论 论论论论 论市场论粥 论豆腐论青史 最后论论醉酒论戒酒 很多 是 都是论 中间还是夹序夹论 都有 我长期观察台湾散文的发展 我觉得比较 后来有一点倾向于说兵故事 那我希望的散文 是比较有呈现观点 呈现我们自己的观点 然后把自己的观点 跟情感结构在一定的形式里面 像这个西方的散文传统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他们是都是直接论什么的 那我希望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散文比较少 抒情散文 比较多的是历史散文 当ُ哲学散文之类的 那我希望能够 解取这种优点 啊 来呃呈现 呃呃 开拓一种我自己的 属于我自己的散文字 一种美学观 那的确 是说论铛吃 盛美食 你这个很少 很少就輸相 你这样的写法 不过有一点 你刚才就是说 年纪大的新神keit慢的 吃的少不见得呢 不见得啊 我告訴你真的不見得 台灣現在畫賣最貴的畫家叫劉國松 劉國松 台勢大 最近頒給他名譽博士 我常常去吃飯 他的理論他的講法就是 要活70歲就吃七分飽 要活80歲就吃八分飽 要活90歲就吃九分飽 要活100歲就要吃百分之百飽 他每次都吃一大堆 他90歲還自己畫 還在地上畫那個大畫 郝伯春郝龍斌告訴我 100歲的時候一天還要吃一塊牛排 哇那真是天賦一餅 不過就是你要蛋白質 很多老年年紀比較大的人就不吃了 實際上不好 尤其說不要吃蛋白質啊 不要吃肉啊多吃點蔬果 不行的你身體是需要蛋白質 我以前剛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矛頭小子我35歲 35歲建立法院 我前面做個95歲老委 旁邊個87歲 我中午啊因為禮拜二跟立法院有 供應那個午餐嘛 是 院會我去觀察他們 哇塞老先生老太太 12點公飯11點半就去餐桌 就圍著跟幼稚園小朋友圍著那個餐 然後先上來西飯饅頭白糖花生 鹹菜一掃而逛 然後接著就算 菜也不會太好了 你知道那個立法院嘛就還可以了 如果不夠他們就開始敲桌子 然後出發就很緊張 立委們啊 趕快怎麼番茄炒蛋啊 蔥花生加幾個 哇每一個都精神兜首飽滿 我想哇塞 後來我就問那個95歲李亞先委員的兒子 後來他給連戰當交通部當司長 後來行政員當組長 我說你爸到底吃什麼 我爸爸吃的可多啦 95歲腦筋非常精彩 問我說你選情怎樣啊 一大碗麵疙瘩 一大碗麵他牙齒可能不能吃太硬的 吃得很多 所以我覺得喔 不見得 我非常佩服這樣子 吃還是要很重視對不對 因為吃重視吃 就表示 人生有樂趣嘛 有這種熱情 生命的熱情跟活力嘛 那一個不重視吃的人 不重視飲食的人 他他不會重視別的事情 也是我覺得 好那麼這個人生吃是蠻重要的 不一定要大魚大肉啦 但是就是只要好吃的東西 有興趣喔 比如說我 我講 比如說有時候我百天很累啊嘛 我想到晚上要去吃什麼 我那個人整個就 有精神就 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有期望 接下來再回來 我是趙昊康 歡迎你回到趙昊康時間的現場 我們現在談交通 先生寫的 曼食天下二語文化出的 那這論很多 你會 就是你現在跟我們 那你要先講論什麼好不好 我們聽眾講一講 觀眾講一講 譬如說 論粥 第二篇就講論粥了 粥就我們講的是不是就稀飯的意思嗎 稀飯 稀飯 那我把泡飯也算進去 我都把它算粥 那它是一個相對於其他食物粥 其實特別是白粥 它是很清淡的食物 不張揚不浮誇 很像個性比較木納老實的一種樸素的個性 那粥的種類非常的多 那我當然在論粥這篇文章裡面 我就談了很多自己對於粥的觀點 以及我喝粥的一些印象 那譬如說 泡飯 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到傳統市場裡面吃泡飯 每天 每天早上 傳統市場會有泡飯啊 有 有泡飯 它是用湯倒到飯裡面還是怎樣 它是 對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它沒有再經過煮 直接把高湯 你再煮就是粥了嘛 就不是泡飯了 對 那有一段時間 更久有一段時間 我經常開著車子 到我離我家十公里的燃機場社區 吃石墨魚粥 好吃 那真是我每天 每天晚上想到我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要去吃這個石墨魚粥 就高興了 我就很高興 很微笑著睡著了 我就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那第二天早上吃了那麼好吃的粥 我就覺得整個天空都亮起來 你會覺得自己的心情也改變了 你想跟 你想跟經過的每一個人我握手 你想多給小孩一點你用錢 你就覺得整個個性變持響了 這樣 可是那個真的是生命裡面真的是 沒有那麼多的美好 美好的事物經常是短暫的 像有一天我就忽然 這個石墨魚粥那個攤飯嘛 我把它叫南寧美食 他忽然推出告示說 只營業到年底 那我覺得真的是美好的事物不長久 採飲易碎流離碎 他們退休了要退休了 竟然很多這樣子 年紀大了做不動了 子女又不想接什麼就算了 看了就很難過 就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不過最近碰到好幾個 就說不做了 人家的生意很好啊 不做就不做了 我本來想說他不做 是不是因為房租長 還換個別的地方 沒有耶 就從此就不做了這樣 對 有一個人就問 就很心裡很難過 那他怎麼辦 他吃到這麼好吃的粥 以後吃不到怎麼辦 他就回答他說 你戒掉啊 就覺得這是一句無情的話 戒掉 戒了 戒州 戒煙戒酒 蠻無情的 當年劉秀 你愛你怎麼辦 你別愛就好了 劉秀起兵的時候 被牆底追得四處逃竄 雞寒交迫 這個時候他的手下的大將 縫義端了一碗 端了一碗熱桌過來 吃得稀里花了 這一碗粥 我覺得充滿了一種metaphor 充滿了那一種象徵的意涵 他等於為東漢 他建立東漢政權提供了緊急營養 沒有這一碗粥怎麼會有東漢政權 不會的 是 所以這個對了 你這邊 粥很多粥你這邊想很多 然後台北小米粥賣餡餅餃子 我在想 對小米粥賣餡餅 有小米粥會綠豆稀飯 是 那 吃粥小米粥跟綠豆稀飯 對他講的 沙糖 我也喜歡加點 我平常吃粥是不加糖 但是吃這個好像加一點 綠豆稀飯 小米稀飯加一點糖 就好吃 是粥很多 光粥你就可以寫了多少頁我看 從二十三到三十頁很多 因為我有很多的喝粥的經驗 是 不過 你這邊也講說南方人比較喝粥 北方人比較少 那 的確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覺得 好吃的東西吃太多 有些想吃清淡一點 就喝個粥吧 尤其台灣的 我蠻喜歡喝台菜的粥 台菜 菜煲兩 硬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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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 反正就是這些 煎個絲木魚肚 煎豬肝 其實都很好吃 但是有的時候 對 北方人年紀大人 他就覺得說 吃稀飯 那是給病的人吃的 就覺得好像有點冒犯他 你有沒有吃稀飯呢 沒有稀飯很好吃啊 這就有點差別 對 北方人比較少吃粥 比較少 而且中國之谷 就是有一種 就生病的時候 一定要喝點 很吸煩 對 特別是腸胃不好的時候 是 好 那麼周 那另外呢 你論了三十二種 還有其他人要跟我們介紹什麼 論什麼 比如說 好像一開始我有講到 論市場 市場 論市場 你常去市場嗎 你喜歡去市場逛 我每天 真的啊 我每天早上都會到 走路到市場去 我家剛好在 木心市場跟木柵市場的中間 是 所以我不會太偏心 都會去 對 那我會在市場附近 或市場裡面 吃我的早餐 我非常喜歡傳統市場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傳統市場 是最能夠表現 當地人的 特別是庶民的飲食文化 所以我出國的時候 我首先我最想去看的 去逛了 當地的市場 傳統市場 其次如果有時間 再去博物館什麼之類的 哇 你是先把市場當第一 對 對 那我就是 這一點是當然 會被很多朋友嘲笑 比較庸俗啦 可是我不需要化妝 很實際 民以植為天 看市場就知道 當地的飲食文化啦 什麼各方面 比如說你到了東京 竹地市場 那你在那邊掛 看 真的是充滿了生命的激情 跟活力 然後又在附近吃個 吃個海鮮丼飯之類的 那也是真是一大一大享受 你到了到了澳門澳門的紅街市 那個市場 旁邊就有一家 塑果僅存的那一種 叫龍華 龍華什麼 這叫龍華 吃早茶 龍華吃早茶 廣次早點嗎 飲茶嗎 對 而且是我說 我說塑果僅存是他 你還沒進去到裡面 你就聽到鳥的叫聲 因為每一個人都提著鳥 很像 很像那個 香港電影 早期香港電影的那種 場景 非常迷人 這種傳統市場 對啊 我到香港也想想 早上去吃個 飲茶吧 都不太容易找了 現在要真的是那種 推車什麼都已經不多了 休息一下 我是趙好康 回你回到趙好康時間的現場 焦童寫的曼食天下 他花了三年多的時間 真的很用心 仔細看每篇都很用心 旁征博引 有古人的故事 有現代人的故事 這好找嗎 不好找吧 對 當然還好啦 因為我長期 從事寫術研究工作 所以這個不算太困難 你在中央大學當中文系教授的時候 有搞這些嗎 有我在中央大學教授的時候 我研究所開的課 全部都是營師文化的課 所以就會有些資料這樣 剛談市場對 不過我在台灣到比較少逛市場 因為他認識我 那我去 你要去哪一家買的 好像有點厚比脖子 不太好意思 都買不可能 這個現在好像叫藕包是嗎 也不是就是他 選舉的時候我會去 比如陪著候選人去 那就沒關係 反正他每個人都握手都好嗎 那平常你去 有時候我就不知道 我想說哇 買了這家不買那家 好像不太好意思嗎 是 就會變這樣 那當然有些人都買了 但是 那有點矯情 你都買了 你買那麼多 回到怎麼 但我如果出國會 像你講的足地市場 埃及不用講 一定會看大市場 然後泰國一定有水上市場 然後呢 這個土耳其什麼都會去看 希臘啊 看他的市場 不過希臘市場好可怕 都是羊頭 他們愛吃羊 我整批 他是一個部 一個部 有一個部門 全部是 雪梨林的羊頭掛出來 你覺得羊平常很可愛 他們愛啊 他們喜歡吃羊頭肉 好吃啊等等 好 那麼 我們在你講 我來出個題目 生魚片講的好不好 生魚片 生魚片 對你怎麼吃 我怎麼吃啊 我怎麼講這個話 我以我來講 我只有日本料理店的生魚片 我才吃 我幾乎也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你吃自助餐 他有生魚片 我就想說 你這個西餐師傅會搞生魚片嗎 或是有時候到別的地方 他不是一個 日本料理 不是日本料理店 他也賣生魚片 切了一盤出來 這是最近流行那個 Poro 就是那個鮪魚 黑鮪魚的大副 很好一盤 我看了我就 覺得有點擔心 而且很容易會有職業傷害 那個如果不夠衛生的話 我就怕嘛 我就怕這樣 只有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台灣人 開了日本料理 所以我覺得那個生魚片 因為他是Pro 應該是從 補上來 一路下來應該可以這樣子 管理會比較嚴謹 據說 台大醫院的 很多醫生是不吃生魚片 他們怕裡面有 寄生蟲 或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因為我也咬得特別細 萬一有蟲 把他咬死 把他咬得比較 主角的比較細 好不好 來來加上你的生魚片的經驗 因為我最嚮往的 到日本的那個 壽司之王 你吃過他是不是 我還沒吃過 我一直很嚮往那個地方 他年紀也大了 很大年紀 兒子也開好像 那我在台灣吃的生魚片裡面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當然是衛生 其次是他的刀工 刀工太重要了 因為生魚片 並不是把他 把生的東西切出來 一塊一塊就好了 叫做生魚片 是的 好的生魚片切出來 是不僅僅是好看 而且他會 他會 會讓那個魚肉 呈現一個 不可思議的一種鮮美 那我看到 我也 我曾經在台中的一家 日本料理店 我看那個老闆 在切生魚片的時候 他 還 還蠻執著的 我看他切好了以後 他 不管是切生魚片 還是包 還是做那個尼吉利 他的手一定是 都泡在冰水裡面 連手都要泡在冰水 免得身體的溫度 影響了生魚片 對 那我看到很多 很辛苦 守久了以後不是守 也有職業傷害 從某個角度 是蠻辛苦的 那我看到很多 特別是 我把它叫做 台式生魚片 是 台式生魚片 常常 我覺得他的 做法 我不那麼認可 首先 他把生魚片切太厚了 我覺得太厚 太厚 有的歌好大一塊 好大一塊 我覺得 我覺得 對於咀嚼來講 不是那麼理想 其次是 是那個 因為日本人喜歡買我們 台灣的 那個 那個 哇沙比 三葵 芥末 不是芥末 三葵 阿里山的 阿里山的三葵 那我們台灣是 因為三葵貴嘛 我們就賣給日本人就好了 我們自己用芥末粉泡碎 有兩種 台灣有些料 日本人他是會用芥末來磨的 看得出來 其實兩種 那個 應該分辨得出來吧 當然可以 我說的是台式料理 日本料理 台式日本料理 就是因為 便宜的 節省成本 那很貴 然後把 那個比較貴一點 三葵 新鮮的三葵比較貴 那 如果你把那個 然後弄弄弄弄 然後跟整個醬油 整個生魚片沾滿了 那個醬油 沾滿了芥末醬油 這樣吃 我覺得會影響 會影響 生魚片本身的 對於我們對於魚的 鮮 口感 的理解 會影響我們的審美 那日本人 都切得比較薄 然後沾薄鹽 然後用一點芥末在上面 用一點不是芥末 只有生魚 那個 那個三葵 那個三葵 在上面 哇沙比 那他們會喜歡 用紫蘇葉包裹著吃 紫蘇葉也很貴 我們常常就是 用來賣給日本人 就好了 我們都是用白蘿蔔絲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 有一點誤會 白蘿蔔絲 然後加生魚片 沾滿了芥末醬油 那已經沒有生魚片的味道了 白蘿蔔絲我把它叫做 味覺的歸零 就是說你第一片 假使譬如說第一片吃 吃 套羅 套羅 第二片你想吃 鮭魚 那 嚼一點白蘿蔔絲 把味道 第一個味道沖掉了 清掉 清掉 歸零掉 然後再來藏第二片 然後藏第三片的時候 不一樣的魚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並不是這樣你夾著白蘿蔔絲 跟生魚片一起吃 不是 對 這個是 這個是誤會的 那台灣有一種生魚片 其實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叫龍船生魚片 龍船生魚片 日本沒有 我們台灣才有 這是一種 很奇特的荷漢 荷漢料理 就是一艘龍船把它當龍器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生魚片 有 有 扇貝 乾貝 帝王蟹 牡灘蝦 海菜 最重要的是 旁邊要用乾餅來營造氣氛 我把這種生魚片叫做 電子花車版的生魚片 因為 電子花生魚片跟生魚片一樣 基本上已經沒有穿什麼衣服了 最重要的是 旁邊還要用乾餅來營造氣氛 就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 深蒙有力的台客文化 你這邊講的幾家 你說你這個台北幾家 比較印象什麼 集壽司 山井 油壽司 東腕壽司 登登安 樣客 魚 魚道生 出魚 我除了油壽司跟樣客 沒吃過 其他我都吃過 有些還常常吃 有些還常去 有些還常去 那那個 你說中國人吃生魚片 很願意留場 為什麼 中國現在不太遲了 為什麼 那個唐代的時候 我們看 所以日本人從唐代沒引過去 還是這樣 那是受到中國唐代文化的影響 所以我們看到杜甫的詩 李柏的詩 他們都有在描寫 他們吃生魚片的樣子 而且特別有描寫到刀工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是趙康 歡迎回到趙少康時間的現場 我們現在訪問的焦童兄 談他的新書 曼食天下 他這個曼並不是叫你 曼曼食 而是說 吃片 有那種吃片天下的味道 我覺得 就吃吧 那他這裡面有三十二個論 他都是論 剛剛講論生魚片 論周 論市場 來我們下面要論什麼 我在報食江湖這本書 裡面有一篇談到論早餐 所以這一篇 這一本曼食天下 我就 我想就把論午餐 論晚餐 論宵夜 一併論 論午餐 論晚餐 論年夜飯 都有 對 把這四個日常的餐 都討論了一下 那我就在裡面提到說 早餐跟午餐是我的正餐 因為我年紀大了 所以我晚餐吃的早 晚餐就吃的早 而且吃的比較早一點 早是多早咧 早大概五點多吧 就吃了 因為我早睡 主要是生活習慣已經改變了 那這樣不跟人家那個什麼168很像嗎 168那個 168不吃早餐 那個是減肥的 對對對 我完全沒考慮過減肥的問題 不考慮這個 因為我覺得肥胖是很美的 哈哈 你不胖 那個 人類的歷史就是肥胖美嘛 就是崇尚肥胖 一本書說一個 胖的肚子可以好幾折 吃飽就平了這樣 餓的時候就有幾折 滿乾淨的事 好不好 對 這就表示食量很大就是 不是只有 因為人類的崇尚的那種 瘦子的美學 那個幾乎有一點運時正式的美學 那個是受到好萊塢的影響 原來不是這樣子 也不夠是一百多年的歷史 整個人類那麼漫長的歷史 都是崇尚肥胖美嘛 不僅人類肥胖才美 所有的動物也要肥才美啊 奇怪齁 真的是這樣 你看貓熊 貓熊胖胖很可愛的啊 熊貓你叫它減肥它還能看嗎 就是啊 熊貓一定要胖胖的 對啊 什麼都是動物都是胖胖的 都沒有人叫瘦瘦的 我談到說早餐跟午餐是我的正餐 早餐我的搜尋半徑是15公里 蠻遠的 還好啦 從我家到大橋頭 足跡油飯大概15公里差不多 那開個車不到半小時嘛 大千兆 午餐稍微長一點 午餐我的搜尋半徑是75公里左右 很遠啊 你說在台北 桃園都包包在裡面了 沒有到竹北這邊 桃園都還在裡面了 是啊很遠啊 這是午餐的說尋半徑 當然這是日常啊 如果說是比較特別的 有一次就是透露上市 開車到屏東 卸家食堂吃透露 然後再一路吃回來 這樣總里程超過一千公里 一千多公里 那一天 大行早出發半夜才回到台北 這個是 古人是要吃炳竹葉油 你是這個一路吃下去 就是那種為吃走天涯的決心跟意志 可以說是堪比愛情 真的耶 我沒有這麼大 要排隊什麼就算了 太遠也就算了 像你這樣能夠專程去吃 這是米其林裡面講的三星才有這樣 專程去吃一次這樣 我就是 因為從小太愛吃了 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 一個探吃鬼 所以 所以從 有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比現在更胖 從背後看 好像一個巨大的飯桶在走路這樣 一次流血 這個是 就是我在提到 論午餐的時候 我提到比較多的 吃的經驗 譬如說我就 有時候 我如果不太忙的話 我會 特別開車到宜蘭去 尋找一些我覺得好吃的海 廟口海產 廟口海產 廟口我很喜歡 阿滿儀我也很喜歡 這些 這些都是 黑白馬我也覺得不錯 大概就是因為我喜歡吃海產吧 所以特別是往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以前在 還在中央大學教授的時候 還沒有 因為我退休了 那我有時候 因為我的課都 刻意把它排在早上 中午一定要離開那個地方 因為那附近 中央大學 方園五公里 沒有食物 沒有你喜歡的食物 或者你這麼好的食物 那不算食物 那些都 大概只能算飼料 所以我一定要離開那邊 可憐的學生 我有時候要到 新竹去 竹北去吃 有時候 回台北的路上 有時候到 到 桃園 或者是到大稻城 竹北有什麼好吃 因為我禮拜我要去竹北 竹北 有一家 是客家美食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有一家叫做 方堅 你吃過嗎 沒有 方堅的酸菜百肉火鍋 你可以去試試看 還有它的炸豬肉 炸豬肉 炸豬肉 那有一家意大利餐館 叫 G&D G&D 那家意大利餐館 我覺得也很值得去試一下 那是一個 一個台灣女孩 她後來嫁給意大利人 然後她常常到意大利去 在意大利也學習了一段時間 那她的意大利廚藝很好 那我當然最常吃的還是在台北 有時候我非常忙碌的時候 我也有時候會煮泡麵 有時候會煮水餃 有時候也會吃昨天剩下來的菜 也會啦 我不是每天在外面 像一條類犬一樣 不是的 好吃的 是 那 這是晚餐就少了 晚餐就漸漸吃的少了 就是 吃的也稍微清淡一點點 比較常吃的晚餐我現在 現階段因為睡得早 所以我常常吃幾顆水餃 吃水果 你喜歡拿家的水餃 你自己做還是買 我自己沒有做 因為我又很 又沒有時間做這些事情 特別當我兩個女兒都不在家的時候 一個人就不會去做菜 是 我喜歡的水餃在台北 我常常買的水餃是 阿裕水餃 就台大後門那邊 對面 阿裕水餃 有一家是在南機場設計的秀昌水餃 台中的話我很喜歡一家 複粗餃子 父親的複 粗 粗粒的粗 複粗餃子 這些都是我喜歡的 嗯 你這邊提到 世貿聯誼社 不過現在 他現在是換了 換了名人法還可以啦 名人法也不錯 他的烤鴨還在 就是原來世貿聯誼社的烤鴨師傅 還繼續在 所以我去都會點個烤鴨 當然人要多 起碼四個 兩個人就很難點烤 都是四人以上 名人法也不錯 原來是很可惜 他覺得開餐廳不賺錢 所以他原來三三三四的都是餐廳 對對 那三三的他把它 寧願改成辦公室出租 他都比餐廳好這樣 對對對 所以餐廳好還是不好開餐廳 不好餐廳不好做 不好做是吧 非常難做 現在人也找不到 人也找不到 而且是台灣在幾年前就已經 市場就已經跑掉了嘛 跑掉了 你很難 這個再怎麼好吃的餐廳 其實你常常會感覺到 門口樓雀 那你在中國大陸 不管是北京上海 甚至廣州 神都 在什麼難吃的餐廳上都客滿 有時候我一個人在外面 那麼好吃的餐廳 就我一個人 我會流眼淚 流眼淚這樣很難過 也不是都這樣 我發覺就是傳統的中菜餐廳 老的傳統餐廳 生意一般比較不是那麼好 反正年輕小鬼愛那個什麼 什麼義大利西餐那種Fusion 生意還不錯 味道不見得好 但是生意不錯 所以你去的地方 大概就是比較傳統的 比較傳統的一些餐廳 這我有時候覺得也蠻可惜的 這麼好吃為什麼 我都常常覺得他擔心 說他這個客人不多怎麼辦 會不會以後這個 撐不下去的擔心 擔心 他們員工很難找 真的不好找 接下來要回來 我是趙康 歡迎回到趙康 趙康時間的現場 我們現在訪問是焦童先生 談他的新書 曼食天下 鱷魚文化出道 我們時間五分鐘 來你做個結論吧 是 那講講哪些你還要繼續 絕對要告訴我們聽眾 這裡面也講不完 所以我後面三篇是跟酒有關的 啤酒醉酒借酒 寫的很有趣 當我們在談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景欲出現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要過量的 那我談的是 那三篇談酒的 因為我以前在 鮑紫江湖的時候 談過論紅酒 那這個裡面是談啤酒 醉酒跟戒酒 那為什麼會談到戒酒這個話題呢 我覺得它是 它恐怕是一個不能成立的一個假設 因為我曾經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覺得我好像很能喝酒 其實我是喜歡酒 那我那時候還不懂酒 就胡亂喝一通 那又好像年輕氣 人家找你拼酒 就跟著拼了 我那次好像醉得一塌糊塗 他們有五個人 他們自己在離山釀的蘋果酒 私釀的蘋果酒 他們五個人喝了一家輪 然後全部掛倒 擺在地上 四公升很多 我一個人喝一家輪這樣 他們五個人一家輪 你一個人就喝一家輪 對對然後第二 我就堅持不吐 然後回到我住 這個人可以控制得了嗎 完蛋了 我就接了第二天 就從九點多 九點半吐到十一點半這樣 那醫生就叫我戒酒 說是我接到 小命不保 對對對 戒酒的警告 大學畢業就緊 那一輩子也沒戒啊 對 因為很難戒 像譬如說 我從高中開始戳冤 我戳了十八年的一天 交期懷孕的時候 我就戒掉 很容易啊 那很容易 就你自己想戒的時候 就戒了 那喝酒怎麼戒 一點頭緒都沒有 那個是 這是很困難的 不酒不曾洗 你說英雄香洗的時候 你沒有酒怎麼辦 酒逢知己千杯少 那你碰到 碰到 紅吻知己的時候 沒有酒那怎麼辦 那你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情 那沒有酒 那慶祝什麼呢 所以 酒這個 酒有它非常正面的意義 所以 我覺得 我的結論是 過一段時間吧 再來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沒有頭戲 不過我覺得 適量是沒關係的 有些人 你說也提到 有些人喝酒 發酒瘋啊 沒有酒品啊 我也觀察 有些人喝酒了 喝醉了就不講話 那就很好 無所謂 有的開始大吵大鬧 對不對 要不然就講話大聲起來了 臉紅脖子粗 我覺得那就不必了 就不好看了 酒品是很重要的 從喝酒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德 可是 那個法國的那個美食家 第一個法國第一個美食家 他就講嘛 他說 喝醉的人是不懂酒的人 就好像 消化不良的人 是不懂美食的人 不懂飲食才會消化不良 不懂酒才會喝醉 我覺得相當有道理 因為 喝醉了我們就無法品嘗酒的美好 真正的美食家是不會喝醉的 他懂酒 他會去欣賞他 會去審美 但是不會 因為不會讓舌頭麻痺 那 紅酒不管了 白酒大陸酒那個 很多都是醬香型 那我們金門高粱是所謂清香型 到底是怎樣 金門高粱型 好像 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不用去管他什麼型 什麼型 江香型大概最明顯的 最清楚的例子就是 就是茅台嘛 四川茅台酒 那這些我覺得都很好 金門高粱我也喜歡 但是我指的是成高 那成高至少到底較長幾年 這叫成高 大概 三年 七十五年 五年就變成成成高 一般的高粱酒不用到較長 你放在瓶子裡面 一年 裝瓶五年 也可以 在一般瓶子也可以 對 所以我金門高粱我買回來 不會馬上喝 擺著 我都已經經過十年以上 我才打開來喝 但我也不見得會買成高 因為那個其實也沒有必要 我覺得 你就買一般的 然後放 買一般的放著 然後他就變成成高 我聽說那個賣酒跟我講說 中部很多農民啊 他們灌溉不是有那個渠道嗎 是 他們把高粱就放在裡面 經過一段時間 他就很好這樣 就水給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 或是放在那個 那個有濕氣的那個 那個 等於是酒窖一樣 雖然在洞裡面 都也蠻好 也有人把它放冷凍庫 也有這樣 他們說冷凍庫喝了以後 就比較像 像那個 江洋 雄江玉露一樣 另外不同的氛味 是 這種高度數百酒 中國大陸當然很多很好的酒 像那個 北京二國頭啊 像茅台啊 建南春啊 廣州的山花球啊 什麼之類等等 之類都非常好 我也很喜歡 是 好 不過還是要節制 開酒 怎麼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慢食天下 焦童寫的啊 這裡面真的材料非常豐富 值得收藏 謝謝 謝謝焦童兄 謝謝